左边是直接用PortPlayer播放480P视频的效果 右边是加入MateVR后播放480P的效果 Hi,大家好,我是小胤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能让PortPlayer身兼变身的黄金组合 Lawfutus,解码万金油 通吃全网冷门格式 装置各种播不动 MateVR,画质魔术师 HDR还原加像素级优化 榨干你显卡的每一分钱力 当两大神器强强联手 你的PortPlayer瞬间变身南光影院 使比特色彩零断层 老片秒变高清修复 这才是真正的真相警告 话不多说,那我们开始咯 在浏览器中打开Lawfutus 在GitHub上的官网进行下载 也就是这个地址 如果你在GitHub上下载比较慢 我也会放一份到网盘里面 大家可以在剪辑区自取 往下拉,找到了Releases Lawtest表示最新版本 点击,往下拉 这里就是Lawfutus的安装包 点击这个EXE文件进行下载 这就在下载了 下载成功后 直接双击进行安装 安装路径这里 可以选择安装在PortPlayer的安装目录下 方便管理 下一步 这是一个额外的解码器 专门用于解码HDR64 MVC格式的3D视频 如果你的设备支持3D 可以把它勾选上 点击下一步 把不创建开始菜单文件夹勾选上 下一步 继续点击下一步 这里都是一些支持的格式列表 这个是微软的WTV格式 这个协议支持观看RTMP格式的直播 这两个默认是没有勾选的 如果有需要可以都安装上 下一步 点击安装 这里询问是否现在开启Lawfutus的解封装 音频解码 视频解码的设置页面 我们后面会在PortPlayer中具体演示 先不要勾选 直接点击完成安装 Lawfutus插件就安装完成了 接着我们再来安装MADVR插件 在浏览器中打开这个地址进行下载 往下拉 这里显示最新版本为0.92.17 点击下面这个Dunload进行下载 这就在下载了 下载完成后 把下载的文件进行解压 这个是解压后的文件 右击PortPlayer图标 属性 打开文件所在位置 把刚刚解压的MADVR文件夹 剪切到这个目录下 这里要注意的是 这个路径中不能出现中文 如果你的PortPlayer安装路径中存在中文 就不能把MADVR放进去 可以把MADVR放到任意纯英文的路径中 比如直接放到D盘 剪切到目标路径后 打开MADVR文件夹 找到install.bit这个文件 然后右键点击install.bit 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这时会弹出一个系统注册命令提示宽 出现这几函文字 表示MADVR已经安装成功 不要删除MADVR文件夹 否则会导致MADVR插件失效 关闭弹窜 到这里 MADVR插件就已经安装成功啦 为了让LowFortus和MADVR插件发挥作用 我们还需要在PortPlayer中进行一些设置 如果你没有安装过PortPlayer 可以先观看这期视频安装一个 打开PortPlayer 右键 选项 点击滤镜 把右侧的内置图像处理滤镜设置 激活条件改成不使用 这样做的目的是 让MADVR完全接管视频的图像处理工作 避免PortPlayer自带的处理功能 干扰MADVR的高资料渲染效果 取消下面的 使用内置视频编辑码器 或者图像处理滤镜支持视频流切换功能的勾选 避免PortPlayer内置滤镜 与LowFortus和MADVR的功能冲突 取消勾选内置声音处理滤镜设置下的这三个选项 确保音频处理由LowFortus完成 再点击全局滤镜优先权 点击添加系统滤镜 在弹出的列表中 找到LAV开头的四个滤镜和MADVR 按住Ctrl键 把它们全选中 点击确定 再分别点击这几个滤镜名称 把优先顺序改成强制使用 让PortPlayer始终用先使用外部的LowFortus和MADVR插件 进行音视频解码和渲染 接下来我们针对这几个滤镜进行设置 双击打开音频滤镜设置 点击混合标签页 这里是输出延伸器配置 如果你用的是普通音响或耳机 最好选择Sterial 如果你有环绕声系统 比如5.1或7.1 就选择对应的选项 设置后 我们还需要勾选启用火音让它生效 火音保护这项功能 在音频信号过大时 会降低音量防止音频失真 如果你没有遇到音频失真的问题 可以去掉勾选 保持最佳音质 最后点击确定 保存设置 这两个是分离器 主要负责把多媒体文件 分离成视频、音频、字幕等各个独立的流 这里保持默认设置就行 装机视频滤镜设置 硬件加速解码器这里 建议优先选择D3D11 它会直接把解码后的数据保留在显存中 MandVR可以直接利用这些数据 进行后续的高质量渲染和处理 获得更流畅的播放画面和更低的功耗 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是温期或更早版本 也可以选择使用DX-VAR Native 如果你是Intel的显卡 平时经常观看3D视频 可以把H.264 MVC这个选项勾选上 这是专门为3D立体视频设计的编码格式 如果你平时只观看普通RD视频 这个选项不勾选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再点击视频 在右侧的视频渲染器中选择Malish视频渲染器 Malish视频渲染器是MandVR插件的官方名称 是PortPlayer在渲染器中预留的MandVR接口 再点击声音 把默认输出设备改成内置WAS API音频渲染器 绕过操作系统的混音和其他音频处理 直接与生卡或耳机等硬件设备连接 达到无损的音质效果 然后在规格化混响页面 把播放时开启规格化的勾选去掉 这样可以防止音量压缩 出现声音忽大忽小的问题 设置好后 点击应用 确定 这时我们打开一部视频 按Table键查看一下 音视频的解码器和渲染器 可以看到 视频和音频解码器显示的是 Love Video Decode和Love Audio Decode 视频渲染器显示的是MandVR 表示设置正确 PortPlayer正在使用这两个插件进行视频的处理 同时可以发现 帧率也从原来的30帧提升到了200多帧 较过非常明显 Love Frutus主要负责高效解码 而MandVR则提供最佳的画质增强 让PortPlayer达到装业级光影体验 本期视频 我们主要介绍了 Love Frutus和MandVR插件的安装 以及通过简单的设置 获得更流畅的播放体验 但对于追求极致的画面档来说 还远远无法满足 下期视频 我将详细介绍MandVR的设置 以及如何根据不同的设备 进行私有化定制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好 听《学会》 谢谢大家的支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发行与点栏目 关注我 欢迎订阅